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理想世界,我是张瑞芬 今天是7月17号 最近天气已经热成这样了 结果没有想到呢,我居然得了重感冒 所以呢,现在的声音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惨的一级的声音 那这还不打紧呢,这个楼下呢,正在装潢当中 所以等一下可能还有悄悄打打的声音要面对 那不管怎么样,我决心不管它 人生很多时候呢,你该面对就是面对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它了 今天早上看新闻啊,就看到川普 他躲过子弹之后大难不死 然后他现在找了一个副手叫做范斯 我觉得他倒聪明啊 找这个范斯对他来讲是很加分的 首先就是年龄上的平衡嘛 川普已经78岁算老的了 找了一个39岁的俄亥俄州的参议员 那这个形象上来讲真的是加分不少 那另外呢,我们讲到川普 当然就知道他是个有钱的白人嘛 可是呢,这个范斯他是苦学出生的 他出生俄亥俄州 然后呢,家庭离异 这个他父母离婚 他妈妈还有毒瘾 所以他从小呢,也是苦学出生的 然后参加过海军陆战队 先从军,曾经派到伊拉克去 然后后来才念这个耶鲁的法学院博士 所以呢,他这种苦学出生的经历 我觉得还蛮激励人心的 他写了一本畅销书 写他自己的经历嘛 这一本书呢,叫做什么 绝望者之歌 好像在美国也算是个畅销书的 所以呢,他的经历是苦学出生的 年纪是轻的 他现在这个投资各方面也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呢,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那这个形象跟川普是可以平衡的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共和党的声势 好像比拜登好很多了 那么共和党呢 他一向在中西部的摇摆州 这是他们的决胜关键嘛 他们打出就是要照顾劳工 然后抵制外资 包括抵制中国这样的概念 所以他得到蛮多那种蓝领白人的支持 这也是以前支持川普的人 他的基本特质 所以呢,现在只要拿到这个基本票的话 他就很有迎面 所以呢,现在拜登 民主党的拜登 好像有点趋居劣势 根据像上一个礼拜的民意调查显示 这个拜登赢得的支持呢 大概有42% 川普呢,是44% 所以呢,有一点点差距 所以让我们等着看下去 那么看到美国政坛选举的这些状况 其实你真的会感觉到 生意人或者是政治家 他们永远是精明的 他们做的盘算永远是聪明的 对不对 也就是呢,怎么样划算怎么做嘛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哦 可是呢,对于艺术家来说 或者对于创作者来说 那么这些人可就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人了 这个所谓的作家 很多时候是很不适时务的 他的稿子被改了一个字 他是可以暴跳入雷的 很多时候很划算的事情 但是他是不想做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小说家 你第一本小说就卖了六千五百万本 六千五百万本哦 不是六千五百本哦 六千五百万本 这么样畅销的这样一个作者 大概所有的出版社都是捧着钱 要去出版你的书吧 可是这个时候你会不会不再出书呢 当然要乘胜追击啊 这个打铁也要趁热嘛 结果没有想到呢 就有这么样一个小说家 美国的非常有名的小说家沙琳杰 他在1951年出版过麦田捕首 然后声名大造之后 他就隐居起来了 而且他躲得非常好 他在山顶上呢 盖了一个小木屋 然后他围墙有两公尺那么高 很多人想侵犯他的隐私 想要知道他的讯息 想访问他 想出他的书 他一盖全部都不理 然后从1965年之后 他就没有再出过任何一本书了 真正半世纪 他是1919年出生的人 一直活到2010年 所以他整整活了91岁 在他去世的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他早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人出了一本很畅销的书之后 再也不愿意再面对人群了呢 这个是一个很多人不能够理解的问题 阿林杰他自己的解释是 不发表是何等安宁平静 作品一出版 就会严重侵害我的个人隐私 那你可能说他根本就是有色恐嘛 也就是基于一种心理的因素 他不希望别人侵犯到他自己的隐私 那一个作家呢 通常是又自大又自卑 害怕别人窥探自己的隐私 但是他又有很多话想说 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意见 所以呢 你也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一个创作者 他其实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 在文字上来讲 他可能展现一种过人的才华 但是在人际关系的相处上面 可能非常失败 所以呢 这个沙琳杰他自己也说过嘛 他说我知道我是一个奇怪孤傲的人 我会为这种态度付出代价 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范思 那么范思呢 他写了一本畅销书 叫做绝望者之歌 这本书刚好就替他打开了知名度 然后以他的亲身经历也鼓舞了很多人 所以呢 这是一本书所带来的人望 或者说打开的一个知名度 这是一个很好的敲门专利 后面呢 不管做生意啊 或者是从政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名片嘛 那么为什么对一个作家来说 一本畅销书 感觉上是毁了自己所有的生活 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大概就要从 沙琳杰这个人的生平背景 还有他写的书讲起 说到沙琳杰呢 我大意的时候就读过他的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也就是麦田捕手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呢 号称美国二十世纪 最重要的一本小说之一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英文老师 非常喜欢这本书嘛 所以就规定给我们当作 大一英文的指定读物 当时我们念的是英文 全英文的版本 然后读的时候呢 没有感觉到怎么样特别好 可是只觉得 整本书全是脏话跟礼语 那么对于那种 才刚刚上大学的高中生来说 其实那些礼语 只要没有注视的是完全看不懂的 所以这本书呢 给大一的新生当作英文读本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适合 他可能比较适合西方的青少年 比较不适合东方的青少年 不过不管怎么样读完了以后 印象也还是蛮深刻的 那么整本书呢 他就讲到一个青少年 一个高中生 叫做Holden 然后呢 他被退学 因为他成绩不好 好像五科有四科不及格 他只有英文及格 所以呢 他就在圣诞节之前呢 他就被开除了 还没有回到家里面 因为家里也还没收到他的成绩单 所以他就一个人呢 跑到纽约去 混了两三天 那么这中间呢 他跑去找他的历史老师啊 然后去经历了很多 纽约大都会的事情 还去找他的妹妹 那我就记得 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啊 他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反对权威的人 也很讨厌大人的那种 虚伪的嘴脸的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其实蛮符合青少年那种 很苍白 很迷惘 对很多事情都看不惯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方向 这样的一个 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在西方会那么样的红 可能也有他的当时候的时代的原因 那因为他在纽约嘛 所以当时候他在中央公园 他就看到湖上结冰之后 他就问出那句话 湖上结冰之后 这些鸭子都会到哪里去呢 这句话其实有个象征的含义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底下 那些没有被注意到的那些学生 到最后会到哪里去呢 所以Hoden虽然是一个 看起来是个坏孩子 可是事实上是一个很善良 很天真的人 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可能还只有小孩子 还保有那种纯真跟善良 大人都已经污染的差不多了嘛 所以这整本书其实 他讲的是一个离经叛道 但是非常善良天真的一个小孩子的心理 然后他这本书名叫做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麦田里面的Catcher 就是一个捕手 捕捉住这些小孩子的人 他讲的就是说 这个Hoden他里面就有一句话 他就说到 他妹妹问他说 那你这辈子想做什么呢 他就说 我只想做一个麦田里面的Catcher 我只希望在一大片麦田当中 有很多小孩子在那里玩的时候 当他们跑到悬崖的时候 我可以一个一个把他们接住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 不要让小孩受到大人的污染 这本麦田捕手 他出版的时间是1951年 你看那么早 那个时候呢 美国其实也面临到很大的转变 那个时候连代沟这个名词 都还没有出来呢 我们现在讲代沟 意思就是说 老一辈不懂年轻人的想法 可是那时候连代沟这个名词都没有 就已经有了Hoden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具象的 年轻人的带一点躁动的 然后有点理想性这样的人物出现 那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美国这个社会里面的这一些青少年 他们开始去反对 或者是开始去挑战父辈的权威 所以这个形象是 因为这些成年人呢 是堕落的 然后年轻人是还有理想的 所以呢 他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意味 麦田捕手的Catcher in the Right 这本书呢 他的中意本 在台湾1962年 有一个水牛文库的版本 在日本的话 有个日文版是村上村书翻译的 听说也相当的轰动 麦田捕手这本书 他是在什么情况底下写的 我们可能就要理解一下 沙琳杰这个人的生平背景 还有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 这可能跟他后来的社恐也有点关系 他遭遇了什么事情 让他不敢接触人群 觉得出名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他居然在出名之后 书籍畅销之后 他就整人躲起来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常的举动呢 那我们就来理解一下 这个人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说到沙琳杰呢 他的父亲是犹太人 他的母亲呢 有爱尔兰跟苏格兰的血统 他出生在纽约的曼哈顿 算是有钱人家 中产阶级出生的 家境蛮不错的 那当然呢 从小呢 就非常非常的聪明 然后对于写作 很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有一部电影可以看一下 这部电影叫做 麦田里的反叛者 他讲的就是沙琳杰的一生 这个人也算是相当传奇啊 他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 然后呢 受到了一点瞩目 他就决心呢 要去走文学创作的路线 然后他的母亲是非常支持他的 可是他的父亲呢 就觉得写作这件事情 能够算是一个职业吗 他对他其实这个才华还蛮质疑的 也就是说母亲是赏识他的 那父亲是状况外的 那他念大学的时候呢 他上文学创作的课 那么老师呢 就跟他讲说 你们写作的时候啊 要注意到声音不能压过故事 就是你的voice 你的声调 不能够压过故事本身 很多人就只以为 我的文字好 我表达的技巧好 这很重要 可是呢 故事本身 他的结构 他吸引人的程度 其实才是最 最要紧的事情 所以老师第一个就教他 你的voice 不能够压过你的story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学会被拒绝 一个作家写作投稿的过程 要不断不断的 接受被拒绝这件事情 你写得很好 别人觉得根本就太前卫了 没有人看得懂 这根本就太叛逆了 这个读者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很多作家 我们都是看到他出名之后 觉得 我们都后见之名 就觉得 这个是很有才华的人 可是你不知道 他早年的时候 被拒绝成什么样子 我听说 那个Steven King 他也是一样 还没出名之前 他写的稿子 就堵在垃圾桶里面 后来很多是 他太太就把他捡回来的 连他自己都没自信了 因为被退稿 退到自己 你不晓得 这个东西到底有价值吗 那么在大学课堂上面 这个老师就曾经问过 他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写作 然后沙琳杰的回答是说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很愤怒 我有一种被困在电梯里头 想大声喊出来的感觉 那他老师就说 你被困在电梯里面 那你其实可以爬楼梯 你为什么不选择爬楼梯呢 为什么需要用写作 去把它表达出来呢 所以老师就提出了 第二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是否愿意 用一辈子的经历去写小说 即使没有办法发表 即使写作这件事情来讲 对你一无所获 你也愿意投注全部的经历去写吗 那么他就叫沙琳杰回去想想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可能也是所有要写作的人 必须要面对自己的一件事情 有的人写作是为了要出名 或者是要拿到钱 或者要实现自己或者怎么样 但是如果我先告诉你说 如果你写作是一无所获 你写作是写了以后 没有办法发表的 你还愿意倾注一生的经历 去完完全全去投注 在写小说这件事情吗 你最好要想一个清楚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真的非常好 因为创作这件事情 它其实只有对创作者 本身有意义而已 对于接收那一方 那只是次要的意义 所以呢如果你写出来 没有办法发表 就不愿意写了的话 那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者 所以一个真正的创作者呢 他其实是有不可 没有办法不写的理由 他非写不可 这是一种强迫症 就是如果你能用别的方式 去宣泄你的愤怒 或表达你的想法的话 你也不一定要用写作的方式 对不对 你从政也是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呢 如果你有不得不写的理由 那么你就是一个真正 适合写作的人了 那个老师讲的就是这样 然后呢 因为他们那个老师也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杂志的编辑 所以呢 他把这个 这个沙琳杰的第一篇小说 拿去发表了之后 给了他第一笔稿费 25美元 那么这当然是一笔 令人非常高兴的一笔钱 结果呢 这个沙琳杰的父亲就说 25元 那还不错啊 去买件衣服 可以去应征个工作了 所以他父亲还是觉得写作 不能作为一个行业 这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行业 在1941年的时候呢 德国的纳粹发动了攻击 发动了战争 在1942年呢 这个沙琳杰 他就应征入伍 他就到了战地区 听说他还参加过诺曼迪登陆 然后在这个战争的过程里面 他已经开始着手写他的 Holden的小说 因为他的老师就跟他说 这个小说的人物太好了 你一定要把它完整的写成一本 而不只是一个短片 当时候呢 沙琳杰只是尝试着写一些短片的东西嘛 可是老师就说 你这个要适合作为一整本书的主角人物 你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所以呢 诺曼迪登陆在战壕里面 在枪林弹雨当中呢 这个沙琳杰都背包里面带着这个稿纸 人家在打仗 拼命还在写东西啊 那么也因为他命大 也没有死在战场上面 可是在战场上的经历呢 就让他真正感觉到 有一种心灵很大的暴力创伤 你不要忘了他是犹太人哦 所以呢 在当时候的欧陆战场上面 看过很多的生死 然后呢 他就讲到说 其实战争对他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创伤 因为他只要闭上眼睛 他只要听到美光声闪耀的声音 他就立马响到枪声 还有呢 他脑海里头就浮现出那种 人肉烧焦的那种感觉 那种声音跟气味 对一个感受很灵敏的作家来说 那都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事情 你的感受越深刻 你记忆力越好你越难忘记 很典型的一种创伤症候群呢 你说他经历过战争 应该会写像战地终生那样的 这个西线无战士这样的战争小说吧 没有 他写的是青少年叛逆的心理 他从叛逆的心理去切入到人性的一个 很优维的一个角落里面 然后他从欧陆回来的时候呢 1946年 当时他已经结婚了 可是呢 后来没多久他就离了婚 回到文坛 他想开始创作 可是他什么都写不出来 所以他也经历过一段酗酒 然后写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时光 那到最后呢 他终于把Holden的故事呢 完整地表达了出来 他讲的就是个人对于体制 对于社会的一个不满 但是呢 麦田捕手这个小说写出来之后 他一直是被退稿的 有很多编辑呢 对他有负面的一些看法 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太过度解释 over-experience 然后有些人是说这个写得很假 很自作聪明 很不能令人理解 很令人困惑 这个写法会不会太疯狂 这个书可能会毁了你的名声 总之呢 麦田捕手在出版刚开始的时候 是一直被拒绝 那后面呢 能够有这样大的回想 我觉得作者自己 大概是始料未及的 所以呢 为什么一个作家 永远都是在极端的自卑 跟极端的自傲当中摆当 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其实自尊心很强的人 这个电影里面就讲到 沙琳姐 他那个时候 麦田捕手还没写出来之前 他本来想先出一本自选集 因为他的短篇小说也蛮多篇了 他想说找个出版社 先出个自选集 他还不确定那个长篇 麦田捕手能写出来嘛 可是呢 他光是要出那个自选集 也到处都被打回票 就一直被拒绝 然后有些编辑就跟他说 我如果接受的话 那你要大改 就是有很多观念 你恐怕要改一改 很多词都要改 然后他就非常生气 我一个字都不改 好吧 那你坚持一个字都不改 你就是没有办法出版 所以对一个写作者来讲 他不愿意违逆自己的心意 但是他又 他又没有办法去面对现实 就是你出版不了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被看见 所以为什么会在 自大跟自卑当中摆当 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写作者 他通常也有性格上的缺陷 因为他极端的自我中心 但他又能够 他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 就是在出版上 他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 所以有多少书 其实都经历过 这样的摆当以后 有点像冰火两重天 这样的一种淬炼之后 才成名的 所以一个作者 要经历过这么多的 心理上的这种障碍 才能够走到出名的那一天 这个过程 恐怕不是一般人 所能够想象的 所以沙琳姐有一句话说 一个不成熟男人的标志 就是他可以愿意 为某种事业去死 那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呢 就是他可以为某种事业 卑贱地活着 在成功之前 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过 那个为了某种事业 卑贱地活着 这样的一种经历 我觉得他是吃过苦的人 所以呢 当他成名那一刻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的 就是他即将失去什么 因为盛名之类底下呢 他就再也没有隐私了 所以呢 他才会说 他不想再出书了 因为呢 出书对他来讲 是一种干扰 后来呢 他的婚姻也离婚收场 所以呢 一个作家 你看他有名气 有才华的同时 他其实人际关系的处理 也是相当相当的失败的 他没有办法兼顾 人际关系或家庭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吧 一个作者 他为了他的作品 他甚至可以牺牲所有人 包括他的家人跟自己 然后呢 也因为他自视甚高 看自己是看得很高的 所以呢 他有一句话 他就说 他有时候真希望 他是一个聋哑人 因为这样的话 他就不用跟任何人 进行所谓的 该死的白痴 一般的无用的对话 你想我们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讲的是不是都废话 就是问的跟答的 都是一些场面话 根本就是一些 毫无意义的话 可是你要面对群众的时候 你讲的就是一些白痴一样 没有意义的话 所以这是他不能够忍受的 那么另外呢 就是因为他太保护自己的隐私 不希望让人家去访问到他 所以外界对他就更加的好奇 当你躲起来 别人就更想窥探你的隐私 所以就有人 就有年轻的女学生呢 假装是校刊要去采访 然后跟他讲说 这只会刊登在校刊上面 结果就骗了他 后来呢 这个文章就被登在很大的报纸上面 那么沙琳杰受了骗之后 他从此以后 就再也不接受任何访问 那么很多人想要把麦田捕手 拍成电影 要求他给版权 他也完全不给版权 他不希望这个书拍成电影 他也不可能当那个编剧 他完全不配合就是了 然后听说他一直在写作当中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再出版过任何书 所以从1965年之后 他还在写 但是他再也不出版 这什么怪人啊 就是他不断的在写 他想要写的东西 但他不想出版 来影响他自己的生活 所以呢 这也是很无奈的事情 那这个沙琳杰他自己就说 如果一个人站出来捍卫自己的隐私 他就会失去所有的隐私 所以呢 一个人出了名之后 不管怎么样 你的疯狂粉丝就那么多 那你就再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独立的星球 去安防自己的心灵了 这个 我们没有红到那个状态 也很难去想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那有一部电影2000年拍的 这部电影呢 叫做Finding Forester 寻找佛瑞斯特 这部电影听说就在影射沙琳杰 那这部电影呢 他的男主角就是由史恩康纳来演的 史恩康纳来就是那个 就是007里面的男主角啊 非常有型的一个苏格兰的一个男演员啊 史恩康纳来现在已经去世了 1930年出生 2020年去世 那么在这一部Finding Forester 寻访佛瑞斯特这部影片 后来中文就把它翻成心灵访客 在这部影片里面呢 史恩康纳来他就演一个老作家 然后这个老作家呢 他隐居在纽约的一个一栋高楼上面 然后楼底下呢 就是布鲁克林区 就是黑人的那个很贫穷的区域 就是贫民区 然后有一个少年 这个少年就由Robert Brown他所演的 叫Jamal 那么这个Jamal呢 他是一个篮球打得很好的少年 他同时也非常喜欢文学 他试着自己写东西 但是他没有任何老师 那么有一次呢 他们在底下打篮球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高楼上面呢 常常亮着一盏灯 他们就很好奇地打赌 说谁能够进去 然后摸走里面的一样东西的人 就算赢 他们几个年轻人就打赌 结果呢 这个Jemal就三经半夜就摸了进去 拿走了一把他的刀子 这个时候呢 史恩康纳来 就是那个William Forrester 他就惊绝 因为他本来打瞌睡 然后惊绝以后 把他给吓跑了 结果这个Jemal呢 他就不小心把他的书包 掉在那个老作家的坊间里面 这个老作家呢 一打开他的书包 发现这个Jemal有很多很多的笔记本 写了一大堆那种不成片段的文章 然后发现这个年轻人还蛮有点才华的 他还用红笔帮他改了之后 把整个书包呢 就丢到那个广场的地上 就Jemal撿了之后 发现他的笔记本呢 全部都被红笔给改过了 然后呢 他就第二天就去按这个老作家的门铃 然后跟他讲说 我可以拿一些我写的东西来给你看看吧 然后第一天呢 那个老作家就把他给轰了出去 我才不管这个事情 你给我滚 接下来呢 这个Jemal还是不死心 然后他常常没有课的时候 就去敲老作家的门 进去跟他聊天呢 讨论一些他自己对写作上面的看法 然后去看这个老作家的书 然后他突然发现 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有名的作者 他就回到图书馆去查 就一发现 这就是那个很知名的隐居起来的作者啊 结果呢 他就把这个他发现的事情回去告诉老作家 就说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小说家 对不对 然后老作家就不置可否 然后这个杰默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再也不发表 你也不出来面对人群 你好像整个隐居起来了 后来呢 这个杰默就常常跑到 这个老作家住的楼上 然后用他的打字机写了一点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杰默就跟他说 要写什么 老作家就说 写东西啊 第一件事情 你先不要用脑子去想 你要先写 然后再用你的心去改 所以写作的第一步就是写 而不是想 我们一般来讲都觉得写 写东西第一步就要布局 要想说怎么写 可是老作家就说 不 写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写 之后再用你的心去改 所以呢 你要是不晓得要写什么 那我这边有篇文章 你就用我的标题 然后用你的自己的 这个语言写下去 所以呢 这就是他训练节目 写作的一个 最原始的方法 后来 这个老作家在旁边打瞌睡的时候 节目就用他的打字机 然后写了一大堆东西 那节目呢 他念一个高中 就是他转学到一个比较好的白人的高中 因为他自己 他篮球打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白人高中就把他吸收过去 想要借着他校队能够打赢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节目他上这个文学创作课的时候 老师叫他们要交出一篇作品出来 那节目呢 就把他自己在老作家那边写的东西拿出来 那这个标题刚好是这个老作家用过的 发表过的一个标题 所以呢 他的文学教授看到这篇文章就说 你这个标题好像剽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小说家的 一篇文章的头 结果呢 这个节目 因为他跟这个老作家有一个约定 就是说不能把他隐居在这里的事情告诉别人 所以他必须要守口如瓶 不能透露他的心机 所以呢 这个教授就跟他讲说 你能不能提出解释 不然你就是剽窃 那么你这个 你这个剽窃的作品是不能够拿来评选的 而且呢 你还要接受校规的处置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节目就回到老作家这边 然后跟他展开了一点激烈的冲突 就跟老作家说 我现在有麻烦 你可以出去解释一下吗 我只是用你的开头而已 我并没有剽窃你的意思 然后老作家就说 你自己是你自己解决我 因为他很畏缩 他不想面对人群嘛 这个时候呢 节目就很生气的 然后摔了就走 你为什么那么怕人呢 你为什么那么不敢走出去呢 后来节目他就自己去面对学校的处罚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 学校的校队要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比赛 那么节目那个时候呢 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说 他如果想要走写作的路线 他就整个放弃篮球这件事情 所以在最后罚球就只差一分的时候 他故意罚不进 让他们这一对输掉 然后输掉那个时候呢 其实那个老作家在他的高楼里面 也在看着电视 他看到那个非常神准的节目 他居然罚球会不进的时候 他关掉电视 他就知道了 节目他其实用这个罚球不进 葬送他自己的篮球生涯 并且呢 表明他自己坚决要写作的决心 下一个镜头就非常感人了 就是当学校在举行这个 作文比赛的发表会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那个William Forrester 他突然出现在教室的后面 然后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小说家 所以全部的学生 全部都转头过去看他 这个已经隐居很久的小说家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 怎么会突然跑出来呢 结果这个William Forrester 他就站到前面说 我想念一段文字可以吗 就这个文学教授就说 当然当然很欢迎 他就拿出一篇文章来念 然后念得让大家如痴如醉 大家都听傻了 以为这个是William Forrester的作品 结果他念完之后才说 这不是我写的 这是Gemmel写的 全部人都傻眼 因为这个老教授 他觉得一个黑人少年 是不可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 一定是抄来的 就这个William Forrester 他等于用他的行动 告诉这个文学教授就说 那个Gemmel他的写作就有这个水准 那他的出现就解决了一切 所以Gemmel就拿到了很高的奖赐跟奖金 那故事的结尾也非常感人 这个William Forrester 他终于走出了自己的阴霾 因为他本来躲在房子里头 他不敢出现 其实有个原因 因为他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后呢 这个Gemmel在他的房间里面 看过他的照相本 这个他们家以前就住在纽约 然后他有个哥哥呢 也战死在这个战场上面 所以呢 对他来讲呢 其实造成了心理上很大的伤害 所以他再也不敢再面对过去 他也从此不敢再面对人群 那也因为Gemmel这样子 逼他走出去 所以呢 他才重新再回到 他自己的生活里面 那么故事的最后呢 他告诉Gemmel说 我要回我的故乡苏格兰去 然后呢 你现在发展得很好了 那么多大学给你奖学金 你应该就可以成为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作家 最后呢 他就在人群当中 骑着脚踏车离去 那个身影啊 真的让人感觉到很动容 然后在下一个镜头 就是这个Gemmel呢 他收到了一个律师 这个律师居然是 那个麦特戴蒙眼的 那么这个律师呢 就告诉他说 你有个朋友去世之后 叫我把这个箱子交给你 这个箱子里头呢 居然呢 那就是一把钥匙 就是那个 William Forrester 他的那个房子的钥匙 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他的书 全部都送给Gemmel 那另外呢 告诉他说 我很高兴在我生命的最后 我能够认识你 这样的一个朋友 你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希望 让我重回到人群 那我在这个箱子里头呢 有一部手稿 完全没有出版过 我想交给你 帮我写一个序 然后呢 这个Gemmel就看到 那个那份厚厚的手稿 他就泪眼盈眶了 他知道他一直在写 然后到最后呢 那个William Forrester 他不是不愿意出去吗 他还撂下一个重话 就说 你既然一直在写东西 又不敢发表 这是为什么 然后这个老作人 就愣在那边 就完全没有办法回应了 一个人想写东西 他当然是希望被看到 可是呢 William Forrester 他自己有他的心魔嘛 他不敢再面对人群 他畏惧人群 所以他一直写 但是一直没有踏出去 想要出版这一部 在那一刻呢 终于被那个Gemmel 给激发出来了 所以呢 他去世之后 留给他的箱子 那个整个房子 所有的书 包括那个手稿 也希望他能够帮他写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传承这样的一个意味 那最后的一幕 我就很感人 就是Gemmel呢 用他的钥匙 打开他的房子 进去 然后把窗户打开 看着外面 以前他只是在外头 去窥视一个 作家的内心 不知道那个房子里头 到底为什么 三更半夜都亮着灯 但是现在 他进入到他的房子 打开了窗 往外看的时候 就有点像是 他用那个 William Forrester 他的眼睛 去看外面的世界一样 这个高楼上的房间 原来只是 教室外面的一个 一个不起眼的空间而已 可是却成了他文学的启蒙 他真正在这里写东西 然后跟这个老作家 交换了很多想法 他很多想法 其实很纯 但是老作家总会告诉他 该怎么写 以及写的东西 到底应该要 专注于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这部辫子 也让我想到 其实真正的教学 并不在课堂上面 真正的教学 是在生活里面的 就你跟一个作家相处 很自然就会理解到 他的生活逻辑 跟他想事情的逻辑 所以呢 文学写作这个事情 在课堂上 可能没有办法教 反而是 你应该去接触作家 去知道他们想什么事情 他们忙些什么事情 他们在乎什么事情 然后就像这个电影 就是心灵访客 Finding Forrester 这个电影里面 这是2000年 那这部电影呢 它里面就有一个地方 就是一老一少 两个人就在房间里面 因为这房间里 全部都是书 然后这个绝末呢 他就从上面拿出一本书 读完再放回去 那放回去的时候 没有把那个书被压到底 这个时候呢 这个William Forrest 他就会 这个 转过头来 然后这个绝末就很有 摩气的 就把它推进去 很微小的一个动作 跟一个声音 就看出两个人之间 是很有摩气的 一个写作的人 一定是读很多书的 所以呢 这个绝末 一开始进去 他的房间的时候 看到整个墙壁都是书 他就说 这些书 你都读过吗 然后这个 William Forrest 他就说 没有 这只是摆着好看的 那这个画 当然是反话 你到任何写作者的房间里面 当然是全部都是书呀 那你问他 这些书你都看过吗 这不是纯吗 当然他都看过 而且他可能不只看了一遍呢 另外呢 这个绝末也是 挺可爱的 他有一次呢 就跟他打赌打书了嘛 然后就买了两份那个 中国菜 然后两个人就吃着 这时候呢 绝末就跟他 就问这个老作家说 一个女生 因为他那时候 正喜欢一个女生 想追他 然后就说 一个女生会因为一个作家 写了本书跟他上床吗 然后这个老作家 William他就说 会呀 即使你写的是烂书也会 然后呢 那个绝末就一副 不可置信的样子 然后有一次 绝末呢 就毛毛躁躁的 就对这个老作家说 你虽然以前很有名 但是你现在应该 已经过气了吧 这个老作家说 过气 你去图书馆 借我的书看看 结果绝末呢 就真的跑去图书馆借 发现呢 预约已经预约到 几十号之后 你要排队借 还借不到呢 这时候呢 他才真正理解 虽然老作家 只出了一本书 但是他的影响力 真的是无人可比啊 所以在很多 这种对话里面 其实蛮有趣的 那这整个故事呢 听说就在 影射沙林杰 这个Finding Forrester 就是寻找Forester 其实他这整个故事 就是在影射沙林杰 这么一个 写过一本书 影响力却非常大的作家 那也探讨他 为什么隐居起来 不愿意再面对人群 他继续写 但是再也没有出版过了 是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跟 沙林杰的一生 有某种程度 是非常非常符合的 那么沙林杰在2010年 去世的时候 就听说呢 有出版社拥有他 还没有出版的书 五本 然后呢 也预言说呢 在即将未来的十年之内 会陆续出版 可是到现在哦 已经2024年了 还没有看到他的 已稿的出版 所以到底有没有 这些书 还是没有得到允许 这个就变成一个谜 所以一个人 已经去世了 但是还是留下很多很多的一些 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 这个有点像是 那个张爱玲去世之后 然后他居然压箱底了 还有还没有出版的手稿 并且还交代了 必须要他死后多少年 才可以出版 所以一个作家的影响力 不是急身而止的 我们一般世俗的人 在你死去的那一刻 你的影响力就截止了 可是呢 一个作家 所谓的利言 利得利公 这个作家是利言的人 他们是搞创意的人 搞创作的人 他们的影响力呢 不会在他 这个人死亡的时候就结束 这非常可怕的 一本书可能几百年后 几千年还有人读呢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想知道 沙琳杰的一生 那么你可以去看这部电影 叫做麦田里的反叛者 那么如果你想要看 这个从侧面去影射 沙琳杰一生的 这个故事的话 那你可以去看2000年这一部 Finding Forester 寻找Forester 这两部电影都蛮好看的 我们刚刚呢 透过麦田捕手的作者 沙琳杰 然后讲到 一个作者 他为了维护自己作品的 一个纯粹性 他其实是可以牺牲很大的 他为了要维护自己的隐私 他是可以这样躲起来 整个隐居起来的 那这个 你要说到自私的话 其实没有比创作的人 更自私自我的了 因为呢 通常他们的心态上 还是愤世嫉俗 善感多变的 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也绝对会坚持一种 所谓的边界感 什么叫边界感呢 就是 我自己的生活领域 或我的所思所想 还有 我写的任何文章 我一个字也不让你改 照理说 只要有利益的话 改几个字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一本小说 你要删掉三万字 我才能出版的话 那就出版吧 能出版比较重要了吧 是实物的人 是会这样想事情的 可是一个作家呢 不要说改掉三万字了 你就是改掉他一个字 他都暴跳如雷 这个沙琳杰就是这样 他会因为一个编辑 要改掉他几行字 他就说 那我宁可不要出楼 我宁可不要发表 所以呢 某种程度 这好像还是一种洁癖哦 就是 如果你想要做事情 在社会上 做任何事情 你这样洁癖 肯定是没办法完成的嘛 那么多坑坑巴巴的 哪里什么事情 都能坚持你的原则呢 可是艺术创作 其实就那么纯粹 而且是那么自我 是那么样把自我放大的东西啊 所以呢 一个写作的人 一个作家 他势必是非常维持 他的边界感的 你不能够越雷池一步 那这种人 你怎么跟他生活呢 这个婚姻铁定 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啊 所以很多作家呢 离了结 结了离 他的婚姻状况 也是一塌糊涂 那么这个沙琳杰 也是一样的 好像要离过两次婚吧 那么 最近呢 这个边界感这个词啊 变得非常的流行 就是 很多人呢 就拿这个来出书啊 最近我去成品 就看到两本书 一本是很新的啊 7月10号才出版 那么这本书呢 叫做 设立界限 放下为人承担的恶习 别让他人踩踏你的人生 十个步骤 找回自主权 过有边界感的生活 这个题目也太长了一点 那其实呢 跟另外一本书 就是去年出版的一本 叫做 有界限 才有自由 摆脱内疚与情绪勒索 建立健康的人际边界 这个书 其实都是最近很红的那种心理 有关于心灵成长方面的书 告诉你 怎么样摆脱人际关系的 一种情绪勒索 不管是亲子的职场的各方面 你要设好你的边线 然后你不要让人家越雷迟一步 不要让别人去牵着你的情绪走 那你才能够维持你自己 跟别人的一点奋计 这种所谓的边界感 边界感的书 其实它比较表彰的就是一种自私的 一种比较健康的自私的想法 有时候呢 良性的自私是好的 你一直想讨好别人 那就是一种讨好性的人格 然后到最后会自我牺牲到你自己都没有办法 面对自己的地步 所以良性的自私是好的 设立界限就是说出我们的需求跟底线 就是你的limit在哪里 你的底线你有底线吗 你的善良也要有点锋芒 比如说你的同事一直交办事情跟你做 但你为了不想得罪他 或者你老板也是一样 你为了不想得罪他 你就一直接下来 你自己没有办法接下的工作 你自己加班 那到最后呢 被开除的是你耶 所以呢 不管是在人际关系 或在职场上面都要设立底线 那这个limit在哪里 你有什么底线 是别人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那么这个书里面呢 这部书叫做 放下设立界限 放下为人承担的恶习 这本书里面就讲到 底线有很多种 身体的界限 比如说你不能让人触摸你的身体吧 你不能说忍耐一下就好了 反正也不过分 那或者是情绪的界限 当别人对你发火 你需要承受吗 还有呢 另外就是经历的界限 跟心理的界限 当有人在你面前说到一些 歧视你的性别 或者什么其他概念上的东西的时候 你需要忍耐嘛 在我们东方是 以和为贵 如果你反对 公开反对别人的发言 或者你不接受 他对你这样的情绪勒索的话 很可能会被人家灌一个帽子 就说你不是大体啦 或者说呢 你不懂得以和为贵啦 所以呢 我觉得东方其实比较难去坚持你的 你的底线 或者说你的边界感 你要坚持边界感 那你可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西方的个人主义 比较容易坚持的 他们人跟人真本来就有底线 那比如说呢 在西方的这种亲子关系里面 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婆婆不跟媳妇讲生 就跑到人家家里面住好几天 可是在东方的家庭里面 儿子的家就是我的家 我要去 我还要媳妇的批准吗 我当跟我儿子讲生 我就来住了 那么当媳妇问她说 你要住多久的时候 这婆婆 我爱住多久 就住多久 我儿子的家就是我的家 所以你看这种观念 东方跟西方的家庭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另外呢 比如说 这个儿女的功课 你的公婆 如果要管的话 那么她是真正有词 我是关心她呀 那她念什么科系啊 走什么路啊 她都要有意见 在西方 这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嘛 你看你念什么科系 找谁结婚 这个事情 哪里是父母应该管的呢 所以其实这本来 东方跟西方 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在东方的社会 要去讲到这个边界感的问题 要能够避免到 人家对你的情绪勒索 它基本上是比较困难 光是一个刺探隐私 我们就搞不定了 你想想看 那过年过节的时候 这些亲戚之中 长辈问你 现在薪水多少 做什么工作啊 这些 结婚没有啊 要不要生小孩 这种事情都会造成 年轻人被很大的负担 因为这个在西方 算是隐私的事情 在老人家的口中 都算是一般正常的文化而已 你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啊 那么这本来是老人家 自己应该要把握的分寸 可是他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那你就麻烦大了 所以我都建议年轻人 当你被问到这种事关 隐私的薪水 年重多少 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就直接给他怼回去 你就拨温拨火 当然也不要生气 你就直接说 这恐怕不是你应该问的问题 这牵涉到个人的隐私 那你就问他说 叔叔 审师 你们现在身体健康吗 这比较重要 你就四两拨 前金这样子 把他给弄回去 那有些没有办法 妥协的事情 我是建议你该翻脸 就要付出代价去翻脸 很多人就是很不敢翻脸 然后你到最后呢 到这事情 还是没有解决 我还记得 我记得十几二十年前吧 我婆婆刚退休 她那时候就很想搬来 跟我们一起住 可是因为我是一个 读书跟写作的人 我在家工作的 所以我家里面 是不可能容纳另外一个人 因为会影响我的生活 我知道影响我非常大 所以我就跟她说不可能 因为我在家里面写东西 我很怕吵 那么当然我这样讲 就是应该是得罪她了吧 我现在也不太高兴 可是我多年之后 我想我就发现 你拒绝在前面 还是比后面再翻脸好一点吧 你等她来助理以后 然后两个人开始吵架 开始有很多东西 是很不适合的 然后那个时候 再来翻脸 我觉得那不是 让这个事情更剧烈了吗 比如说呢 情侣之间也是一样 当你是一个女生 然后你的情人呢 因为对你有点控制欲 然后一天到晚看你的手机 关你的穿着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不应该忍了 你这时候忍 他就会得寸进尺嘛 你今天跟谁出去 你为什么跟谁出去 你就不跟我讲 那我也要去 类似这样呢 就会侵犯到你个人的隐私 跟你的生活 所以你只要容忍一次 容忍两次 你就没完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要打定主意 这个人你是不是要离开他 或者跟他严正声明 这都是我的隐私范围 我不希望你介入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劝 年轻的女孩子 不要跟男生同居 那理由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可以保有你的隐私 在你的人格 还没有完全独立之前 你先不要跟 另外一个人尬在一起 因为保持个距离 也能够增加美感 所以呢 我都觉得 其实谈感情当中的男女 最好还是保留一个界限 身体的界限 还有心理的界限 各方面隐私的界限 这都很需要 保留个界限 然后两个人 还有调整的空间 你千万不要 同居在一起以后 然后翻了脸之后 两个人连朋友都做不成 所以这个是情侣 异性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婆媳的关系 另外还有个亲子的关系 也是一样 当你的妈妈第一次 闯进你房间 检查你的书包 打开你的手机 看你的简讯的时候 如果你不制止她 不严正声明说 这是属于我的隐私范围 我完全不能接受 你如果不这样讲的话 那你妈妈就会觉得 我是关心你 所以东方的家庭 很常常用关心这个词语 来行那种控制之事 她明明想控制你 想知道你想什么 但是她因为没有 分寸的关系 她侵入到你的领域 这时候你如果没有 严正的声明的话 很可能她就不会助手了 所以呢 我觉得适当的反击 是必须要的 而且长辈也是需要教育的 当你教育她说 这是我的隐私 你不宜涉入 你多讲几次吧 我觉得长辈也是 需要被教育 你多讲几次 她就慢慢比较理解 这个是不是 她应该管的呢 当别人问到 你小孩念哪里啊 这个时候 你有点为难 你不太想讲 但是别人这么直接的问 那你要怎么回答呢 我遇过一个真实的范例 就是周芬林老师 然后有一次呢 我听说他儿子念中文系 然后我就问说 诶念哪里的中文系 你知道吗 他直接的就回过来一句说 这个我不方便说 那么那一刻我当然有点 觉得有一点丢脸啊 就说这好像 我自己失了分寸 我好像不应该问一样 可是他那么直接 那么爽快的说 我不方便说的时候 到把我教会了 以后不要再问这种问题啊 就是人家念哪里 这是人家的隐私 他未必愿意告诉你 所以呢 他说我不方便说的时候 意思就是给你一个 一个钉子碰了 那以后这种问题就别问 同样的 讲这句话的人 也不宜去问人家隐私 所以你不探问我小孩 我也不要探问你小孩念哪里 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 一个人际关系的分寸 人家不一定想让你知道 所以没事 没事你不要那么直接的问 根据我自己在职场上面 这种经历啊 我其实有个很大的题目 那就是 你想要坚持边界感的话 你想要坚持自己的隐私 或者不要被人家情绪勒索的话 你必须要点心理准备 那就是呢 你很容易被批评为 你很骄傲 很自大 很目中无人 很不合群 这个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但是我觉得 你宁可付出这个代价 就可以换到以后的平安 就是 人家也不贪问你的事了 你也不去贪问别人的事 这种关系处起来 就会非常非常的轻松 所以呢 你心理上当然也要理解 你第一个 你不要想要去讨好别人 不要过度的去承担责任 另外就是 不要知道别人太多的事 你要收集你的好奇心 要知道要有个分寸 不要踩在红线上面 所以当你遇到个 比较中性化的女生 她留着短头发 穿得很帅气 好像小男生一样 这时候 你心里面 不管想什么 就别问了 你就不要问她的性别的取向 除非她直接告诉你 不然你就别问吧 人的好奇心 不要那么强好吗 观察着就好了 先不要说出口 因为很多人并不想明白的 直接对外说 所以要给人家一点点 那样的空间 当有一天她愿意跟你讲的时候 那就都没有问题嘛 因为你看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 沙琳姐 她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嘛 那她就讲过 就是说呢 她不想跟任何人 进行那种白痴一般 无用的对话 很多时候我们开会的时候 你会理解到 这也是浪费我的生命 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地方 所以能翘头就翘头吧 我记得有一次 很无聊的那个校屋会议的时候 我就中途呢 趁着头溜去厕所 我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然后那一包那个公事包 就是那个 龙皮纸带的那一包 什么会议资料 我也全部不要了 那也是废纸啊 然后我就留下那一包呢 看起来好像只是离开一下 事实上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告诉你 没有人在乎的好吗 一堆人 哪里在乎一个人跑掉了呢 他只是要 好好把会议进行完 然后能够公事共办就可以了 你在那一堆人里面呢 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呢 把自己看的重要一点 不要太过于去遵循别人的规范 或者守什么原则规范 我觉得那些都不用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边界感 其实也就是增加自己对自己的重视 你不要为了自己去讨好别人 也不要过度的承担事情 所谓的有界限才有真正的自由嘛 你要摆脱内疚跟情绪勒索 建立一个健康的人际边界 当你自己对自己够好的时候 你反而是一个很健康的 比较乐观的 比较正面的心态面对别人 你觉得那不是比较好吗 所以呢 不用那些什么畅销书来告诉我们 自私是好的啦 设立界限就是说出我们的需求和底线 摆脱内疚跟情绪勒索 才能建立健康的人际边界 这个还需要这些畅销书来告诉我们嘛 我们这些做创作的人 那早就都是很自私自我的人了 根本都不用说 这简直是废话啊 所以你想想沙琳姐说过的话吧 你知道我是个奇怪孤僻的人 我会为这种态度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就付出代价嘛 有什么好怕的 你就是要这样理直气壮啊 在一般人的人际关系里面 也要保持一个边界感 守护你自己的自由 跟你自己的隐私 我们今天呢 讲到的是Sillinger 沙琳杰 那他的全名呢 叫做Jeremy David Sillinger 杰若米大卫沙琳杰 那他是一个1951年出版的一本长篇小说 麦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这个小说的作者 然后他是20世纪最富盛名的 而且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家之一 可是呢 他隐姓埋名了大半辈子 一辈子只出了一本长篇小说 你说他不是十五也罢 一般人来说呢 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 要成胜追击 赶快再创新风 而且呢 最好是要能够复制 怎么样成功就怎么样去copy 然后贴上 然后再赚很多很多 一直赚到被观众舍弃为止 但是好的创作者他不这样想啊 你看他一本书虽然很少 但是他影响力有多大 你看雅贤 他这辈子也出了一本深渊 这本诗集而已 所以呢 重点还是影响力吧 而不是数量之多吧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I started a joke 我说了一个笑话 或者说我开了一个玩笑 那这首歌很有意思啊 他讲到说 I started a joke 我说了一个笑话 但全世界却哭了 但我不知道这个玩笑 是开在我自己身上的 接下来呢 我哭的时候 I cry的时候呢 全世界却 laughing 就整个笑起来了 什么样的人呢 会 你说了个笑话 全世界哭了 而你哭的时候 全世界却笑了 后面还有一句 直到我死了 这整个世界呢 就活了过来 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 它的意思很简单 可是它的象征含义是很大的 就有人开始猜测了 这首歌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是讲魔鬼 还是讲疾病 还是讲战争 还是讲希特勒 有的人就猜说 这个爱是希特勒 不然怎么说 他死了以后 整个世界就活了过来 所以这首歌 你看它的词译那么简单 但它的象征意义是很大的 什么样的人呢 他说了一个笑话的时候 他开个玩笑 全世界会哭了起来 而当他哭的时候 全世界会笑起来呢 什么事情是 他死的那一天 整个世界才能活过来呢 我觉得他讲的 其实是一个创作者 就是一个写作的人 他对这整个世界是不满意的 他看出很多世界的问题 他挑出了一些 别人不想面对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他在这个世界 算是一个捣乱者 也就是 他是一个 走在别人前面 别人不能理解的人 而直到他去世那一天 整个世界才回复了 平静 才活了过来 那这首歌啊 也只有一个创作者 能够写得出来 就是真正搞创作的人 那这首歌是 Beaches在1971年 很早期时候的一首歌 那这首歌 因为我们都知道 Beaches他是澳洲的三兄弟 其实他们是英国籍的 他从小生长在澳洲 那么这三兄弟呢 老大呢 叫做Barry Gibb 然后下面就两个双胞胎 一个叫做Robin Gibb 一个叫做Morris Gibb 那么现在呢 这两个都去世了 双胞胎都去世 然后独唱这首歌的 就是Robin Gibb 就是里面的老二 他的那种很高的 然后带一点 颤抖的音色 来诠释这首歌曲 我觉得真的非常美丽 然后这首歌呢 在他年轻的时候唱 跟他中年或晚年的时候唱 你听到的时候 感受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Robin Gibb 他曾经说过 他唱歌 不是用他的声音去唱歌 他是用他的心去唱歌 这就让我们有点想到 那个心灵访客 这个电影里面 这个William Forrester 他就对绝末说 他就说呢 The first key to writing is to write not to think 协作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write 而不是think 所以呢 用你的心去感受 你的心去表达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 I started a joke 我开了一个玩笑 那我们先听原唱版本 Robin Gibb的版本 然后再来听张韶涵的翻唱 I started a joke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crying But I didn't see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Oh no I started to cry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laughing Oh if I don't see And the joke was on me I looked at the skies Running my hands Over my eyes And I fell out of bed Hurting my head From things that I said Till I finally died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living Oh if I don't see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I looked at the sky I looked at the skies Running my hands Over my eyes And I fell out of bed Hurting my head From things that I said Till I finally died Till I finally died Till I finally died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living Oh if I don't see Oh yeah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Oh no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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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tarted a joke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crying But I didn't see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Oh no Oh Oh no Oh I look at the sky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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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